你们是不是认为卖一台全新的14 Pro Max最少能挣七八百 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想我手上这台就是全新的14 Pro Max 256G的 充电只有零次 电视效率100% 边框屏幕以及尾叉 没有任何的一个使用痕迹 像这种全新的14 Plus 256G的到底有多便宜呢 不卖关子直接给你们安排 为了更有说服力 我直接把深圳华强美的手机批发拿货架 直接公布给你们看 这是我们今天14系列的一个拿货架 目前14PM 256G的金色和黑色拿货都是5,900 紫色的话要6,000 然后就是最贵的白色6,100 不同颜色之间也会有100到200左右的一个差距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杨出的一个价格 黑色金色都是6,100 6,100的话减去5,900 是不是也就只有299的一个毛利 当然了这不是纯利润 还是要扣除一些壳膜成本以及卡贴小白卡的 再扣除公司的运营成本和一些人工 还有一些质保的一个售后成本 所以总的算下来的话真正到手的没多少 不过你们也知道小杨一直走的是性价底的路线 只要价格足够优势 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客户 再加上机器品质到位了 你们用着放心 售后少 我们的额外吃租也会少很多 如果给你们一次做二手机批发商的一个机会 你们觉得这个利润合理吗